Hello 大家好 又是十三小推介的時間 來到星期五 選一條三穿四給大家參考 頭關就是第二場的日積 大阪櫻花對神戶勝利船 日積開羅 日本球在下午踢比較刺激 又不幫我選什麼呢 選神戶勝利船讓球盤 平手盤是1.98 怎樣選擇呢 這兩隊球在上季都叫做中規中矩 第七名和第十名 賽職上暫時都不需要怎樣看 因為始終經歷了幾個月之前的事 可以再看戰情方面 大阪櫻花今次主人賽事 今季引入球員也不少 前鋒方面也有射手 都蒼賢 北海道雜坊 江薩多引入 前面也有 阿根廷中場 李安杜迪沙巴圖 真是很長的名字 前鋒 就叫做 班奴文迪斯 前面的球員也有 後防方面 其實他也是 這場 放走了一個 比較強一點的 防中 山口型 也是日本角腳 剛剛 給了今場的對手 神戶勝利船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 陣容上沒有什麼大改變 反而 級數裡面 差了一點點 神戶勝利船方面 真是今季又升降入入 上季自從 找了小白回來之後 和普波斯基 其實整隊球已經不同了 今季還簽了 阿達瑪韋娜 有看開西班牙球 也經常會看到這個球員 以前他效力華倫西亞 也是一個非常有質素的球員 雖然年紀比較大 大部分外流的球員 來到亞洲賺錢 年紀都比較大 但也不要緊 因為始終一件事 前鋒上 他不是那些 匆匆撞撞的球員 年紀大的話 其實都 好像西班牙的奴義 踢到37-8 都是這麼有把握力的 在這個 低級數的賽事裡面 基本上 一定是有他的作用 在這個情況 其實 神戶勝利船平手盤的話 我真的選擇他 還有1.9多 希望頭關 旗開得勝 神戶勝利船 始終都叫 頭關就選擇神戶勝利船 神戶 神戶勝利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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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戶勝利船